虽然HOT的安琪炫和来自第一批女子组合Franke L的李肖利和其他第一代独唱者仍然不时发布音乐 但第一代KIPER已经完全结束 第二代似乎也即将退出几个团体解散或中断 只有Super Junior,Shunny和2PM等人继续保持下去 而现在看来,即使是从2010年代开始的第三代KIPER也已经过了顶峰 像BTS,SO,GAR7和BLACKING这样的巨头 都在四大KIPER标签下处于中断状态 随着2019年SO入伍时代的开始 曾经报复的景象也不在了 BLACKING来说,他们是一个在没有任何发现的情况下继续享誉全球的组合 虽然成员相继solo亮相 但组合自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非正式中断状态 R7在离开GIP后近期虽回归 而正如成员所说的,现在已经建立起了solo事业 他们很难经常为组合活动而划除日程 本月14日,BTS也宣布将暂停组合活动专注于他们的个人项目 虽然HYP曾表示BTS没有中断 但成员们自己也表示,他们的个人项目将优先于他们的团体活动 为什么KIPER这一代走到了尽头 随着第四代现在接管KIPER行业 并且随着NMIX,F和其他怪物新秀的首次亮相 新一代的开始,原前第三代组合的统治可能即将结束 当那个时代的粉丝离开时,一代也结束了 因为KIPER文化不仅仅是他的音乐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?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 欢迎地赞和订阅哦